中国成功调节沙特跟伊朗的矛盾 开创出新世界多元格局 这才叫实力 美国这个自诩为世界警察的国家 都没能解决的沙伊冲突 反而在北京解决了 并且还取得了极为重大的成功 双方不仅重新签订了时隔七年的外交协议 还承诺两个月之内 两个各自派人前往对方国家重开大使馆 并且在之后 还会就强化双边关系继续深入探讨 这个消息由于一声平地轻雷 将全世界的目光从俄乌冲突中转向中国 甚至在联合国上巴基斯坦外长 听到这个消息之后 笑得都合不拢嘴了 连夸中国在外交上的领导能力 反观美国却是酸溜溜 小人之心 长按点在三秒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中国斡旋 杀衣重归于好 可能有很多人不理解 不就是两个国家宣布重新建交吗 有什么大不了的 但这还真是2023年以来最大的国际大事了 也是中国外交史上最伟大的一次成就了 2023年3月6月 沙特和伊朗因我国邀请 分别率领代表团来到北京 于是双方在我国的斡旋下 也可以说是在我国的主持下 举行了友好会谈 为了积极响应中国的和平倡议 双方代表也是很给面子 站在平等的角度上 就双方关系 散开了友好会谈 并且在会议结束的时候 都同意了恢复外交关系 并且双方都很感谢这次 由我国出面 承办此次会议 在北京时间3月10日 中国 沙特 伊朗三国 在北京发表了三方联合声明 三国宣布 愿意尽一切努力 去加强国际地区的和平与安全 对于这一会议成果 以及联合声明内容 卡塔尔 伊拉克 土耳其 阿联酋 黎巴嫩等中东多国 都表示欢迎 联合国秘书长 古特雷斯 一日通过发言人 发表对外声明 对沙裔两国恢复 正常外交关系 表示欢迎 感谢中国 为促成沙裔两国对话 所做出的贡献 而巴基斯坦外长 在联合国上的发言 更是对中国这次 所做出的努力 给予了最大的肯定 我们来看看 他是怎么说的 短短的几句话 就能概括这次会议 但其中的重点 确实在北京举行 由中国主党 由中国斡旋 由此咱们就能看出 中国真的开始 锋芒毕露 不再长桌了 中国成功调节 沙特跟伊朗的矛盾 让双方握手联合 重新签订外交协议 这是由中国领导 开创出来的 新世界多元格局 而将此次外交事件 称之为中国外交史 乃至全世界 2023年最伟大的事情 都不为过 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如果将世界 最难和平相处的 一组国家关系排列的话 那沙特和伊朗 绝对是榜上有名 双方都是信仰伊斯兰教的国家 但宗教内部 也是有冲突的 沙特是逊尼派代表 伊朗则是神业派的核心 双方的矛盾 可以堪称宿敌了 从公元七世纪 就开始吵架 都认为 自己国家 才是穆罕默德的继承人 这就好比双方 在争夺皇位一样 讲究的是一个正统 看过中国古代历史的 都知道 无论是谁 推翻了另外一个王朝 第一件事情 都是先承认 对方的正统 由此可见 双方的矛盾了 除了宗教正统冲突外 双方还有民族分歧 沙特是阿拉伯人的聚集地 伊朗是波斯人的聚集地 双方的民族习惯 穿的文化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在历史上 双方的矛盾就频频爆发 再加上双方都是石油体系国家 但是在每年产多少油 定多少价格 也老是不一样 于是双方的矛盾加剧 而2016年的时候 沙特以恐怖袭击的罪名 处死了伊朗知名教派人士 在内的47人 这一下可就将伊朗的 民族情绪给点燃了 伊朗民众纷纷上街游行抗议 第二天 双方就断绝了外交关系 甚至一度要打仗的程度 就在这样的情况下 美国都说不上话 因为这些问题 本就是美国挑起的 而且伊朗又是有名的反美大国 还敢来调停 而这个时候 中国出面了 将双方的代表邀请过来北京 咱们好好谈谈 稳定一下中东的局势 具体谈什么咱不知道 但结果已经告诉我们了 对于中国的调停 他们很满意 也很乐意 这不仅是中国实力的一种体现 而且还是外交的胜利 和平的胜利 中国斡旋沙特跟伊朗 让这两个速敌国家 我这部分都不做好 其实他说不说 可能是中国斡旋沙特 是中国斡旋沙特 因为这些人 是中国斡旋沙特 那么大使 那么多厉害 我还能够 不说 对于美国斡旋沙特 对于美国斡旋沙特 你没想到 和美国斡旋沙特 但是 你还能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而中国则是无论你是小国家还是大国 咱们都能站在同样的视角一起探讨问题 而沙特和伊朗的关系正常化 就意味着咱们在中东的能源安全战略 更加的节目可摧了 而且一直在和中东国家展开 人民币结算石油体系 并且伊朗已经将人民币作为外贸结算货币 这不仅大大的冲击了美国美元石油霸权体系 也意味着咱们在战略布局上 又吞掉了美国的一颗棋子 让美国能走的路越来越少 而中国则是能走的路越来越宽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点个关注我们下期不见不散